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休 不杀关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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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休 刘备自取汉中后 自立为汉中王 现在兵强马壮 坐拥半壁江山 五天前 关羽又攻下了中原重镇襄阳 现在正在攻打返城 曹操派密使来说 他已派出七路人马支援返城 邀我夹击刘备 承诺与我平分疆土 信中言语近乎恳求 怎么样 那 议一下吧 该如何应对 主公 刘备得川帝之后 声势训天 迟早会攻灭许常 妄图一统天下 如今我东吴最主要的敌人 是刘备 卢子敬临终前有言 曹强则连流抗曹 若刘强则连曹抗流 这是我东吴求存之道 也是取胜之道 末将一位 我们应联合曹操 习取荆州 刘备均是正胜 我们不可与之为敌 最起码 现在不可与之为敌 不能与之为敌 难道与之为友吗 现在这个刘备 还能看得起我这个盟友吗 主公啊 在下有一策 不知可否 说吧 关羽有一女 尚未许配人家 主公有一子 也年当娶亲了吧 请主公派出使臣 前往荆州 向关羽提亲 两家在劫 再结 秦晋之好 再结秦晋之好 上次主公之妹下架刘备 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如今 怎能重蹈覆辙 如果关羽答应了 主公可趁势向他索要荆州 毕竟刘备已取汉中 暗约李当归还荆州 如果关羽不答应 他肯定会对我们更加的轻视 九兵之计 总之 在下希望与关羽血战的是曹军 得荆州的是主公 好 父亲 曹操发兵来借樊城之位 来了多少兵马见到何处 曹军兵分七路 共有八万兵左右 齐前锋已到北关外三十里出 统军将领是何人 上将于晋 于晋 于晋能统兵吗 曹操真是老糊涂了 派了个驻地的来救樊城 父亲说得不错 孩儿前去探营时 就发现于晋所扎营盘不成梯头 道是前军先锋庞德 气焰十分嚣张 云前抬着考棺材 口出不驯之言 是与父亲决意死战 庞德是何人 他从前是马超的部将 兵败之后被曹操所守 此人武艺超取 其永略不在马超之下 天下英雄 本关某大名无不闻风丧胆 匹夫庞德 竟敢抬口棺材前来送此 官平 继续攻打凡城 我要亲自斩杀庞德 遵命 报 将军 东吴有史求见 什么人 参军诸葛锦 他怎么来了 必是来讨完荆州的吧 说我没空不见 遵命 军后 诸葛锦毕竟是军事的胸长 他跨江而来你若不见 这帮羽里无功啊 再者 我们正在远攻返城 此时此刻 更应该与东吴有善相处才是 说得是 那就请他进来 遵命 在下先告退 参见官将军 子虞 请坐 多谢 请坐 这回 主下来此何意啊 在下来此求亲 已结秦祭之好 又结秦祭之好 我大哥 不是和孙权 已经结下了秦殿了吗 冠将军 此一时彼一时也 无助吴侯 有一子 甚为聪明 听闻将军有一女 尚未婚配 所以在下特来求亲 将军为何大笑啊 荒唐 我大哥 娶孙权妹子时 差点死于非命 我胡女 岂肯嫁权子 回去吧 官将军 不必多言 请吧 先生请 告辞 告辞 军侯 怎么了 听见了吗 孙权 又要和我结秦晋之好 他想让我女儿 嫁给他儿子 这是在向我献媚啊 君侯是否答应 我岂肯答应 当场把他赤走了 君侯啊 你若不愿意 你也不应该当场拒绝他 你应该好言香味才是啊 关明 副帅 速速调集精兵 我要亲自出战庞德 二日内 定破曹军七路援军 攻取返城 君侯 你若把荆州精锐全部调走 荆州怎么办 无妨 东吴懂兵者 不非二人 一个周瑜 一个鲁肃 二人死后 东吴只剩一群蜀贝儿 岂敢犯我荆州 现在吕蒙就帅 数万水师囤于路口 一旦有警 荆州难敌啊 我有一测 沿江每二十里造一座烽火台 每台武师军事 一旦遇警 日举烟夜举火 我半日之内便可飞马杀到 在下刚刚表明求亲之意 关羽竟哈哈大笑 还说 说什么 主公 万物动弄 关羽说 狐女 岂能嫁犬子 是 他是虎 我是犬 好你个关羽长 我平生还没受到过这种侮辱 刘备要是得了天下 岂不比曹操还要危险 主公 在下有一事 还要向主公道喜啊 还有何喜 少计探报 关羽已将五万金锐调出荆州 亲自率领前往樊城攻打曹操援军 荆州 是前所未有的空虚啊 主公 攻打荆州的时机 到了 马上传令吕蒙 他将军攻打荆州 攻打荆州 在下遵命 在下遵命 关羽听着 吴奉魏王旨 特来取你首级 关牧仪为你准备好 你若是胆怯 就赶快下马受负吧 狂徒 天下英雄闻我名无不丧胆 可惜我这青龙燕月刀 竟斩你这鼠辈的首级 不是 这鼠辈的地方 就是 刘虫 不见了 啊 吴奸 啊 好 驾 修炮冷剑 贼将修炮冷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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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快快撤退 将军 快走 父亲 军侯 Sant 父亲 敬虹 皮肤庞德 施法暗箭 不杀此贼 势不为人 将军 别动啊 舅舅 现在你刚受了伤 我看 还是当伤好了之后 再战不迟啊 我现在不是去杀他 我是去查看地形 来 庞将军果然神勇 天下人人都怕关羽 你却一箭将他射回营中 我西凉人自小善用弓箭 实话告诉你 关羽中了我这一箭 三日之后 这仗就无需再打了 末将不太明白 等到他们发举之日 你们就明白了 来 好 来 干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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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鱼尽卷把营寨 安在这么低洼的山谷里 取水方便 那边是何处 增口川 鱼入增口必不我所勤 关明 在 传令 叫将士们预备传罚 收拾水战佣俱 遵命 舊 绝 河 冰 杀 狼 曹 宝 马 冰 冰 宝 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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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 将军大事不好 起大水了 四面八方都是水呀 湘江距此十里之遥 怎么会有洪水 你休要胡说 乱我军心 关羽在增口船住怕 借着雨势 突然决堤放水了 快走 快走 走 快起来 起来 快 起来 父亲真是用兵如神哪 当年孔明先生也不过是草船借鉴 父亲却借来天上大水 王曹军营占一泊 一尽数万兵族都成了水中之鳖了 君侯在上 还不跪拜 关将军 于晋 咱们也算老相识了 来之前可否听说 是谁在此统军 知道 是关云长 既然知道是我在此统军 为何还领七路人马前来送刺 当年我展颜良朱文丑之计 你不是在一旁看着吗 尚遥命 下不得不为 还起关将军 念着旧情 饶过在下 杀你脏了我的刀斧 把他押回荆州 带我亲了曹操交于主公 一并发落 走 遵命 庞德那司呢 营门外 把他押进来 庞德誓死不进我营长 那就把他扛进来 遵命 带庞德 走 庞德 你哥哥在我哥哥手下为官 你雇主马超也在蜀中为将 不如你降了我 世人 知道你降了关云 不丢人 呸 我主我哥 乃庸人儿 大丈夫 死于刀斧之下 也该大笑三声 你真的想死 我若不死 回头必提君杀你 周仓听令 在 用我的青龙燕月刀斩杀庞德 领名 马良听令 命各部乘胜追击 猛攻翻城 郡虹 在下有一言不知当讲否 讲 我军北征以来 连续作战已达半月 有道是强路之末 南川鲁稿 师父 休整几日再战 这是什么话 我关羽的兵永远是强弩 曹兵才是卢岗 打胜之机 应该乘胜追击 何言休整啊 虞尽虽然兵败 难保曹操不再发救兵来 而且 凡城曹仁也是善战之将 我军多日旅功不下 城下是石横如山 那是因为我没有兵临城下 我若前去 将士们必奋勇当先 兵归神速 我们越是早早地拿下凡城 曹操就越不敢发兵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后顾之忧 现在大军都已调来攻打凡城 若东吴一旦向我荆州用兵 该如何 此时此刻 我大败于尽十万大军的消息 定会传进东吴 就算我借孙权个胆子 他也未必敢来惹我 将军自然是有贯天下 不过 如那吴胆孙权果然来了 该如何 那好啊 他过江我也过江 他过江供我的荆州 我就过江 直到东吴剑业 连孙权一起拿了 父亲 父亲 军侯 怎么了 父亲 怎么了 庞德的箭头有毒 军侯 现在伤口一片青紫 看来是毒性已经发作了 庞德皮肤 该把他随时挽断 军侯后千万不要动怒 一旦动怒 一旦动怒 会加剧毒性 我看 还是班师荆州吧 不 凡城之日可取 取取小创 岂能无了军中大事 父亲哪 先生言之有理 你还是速回荆州调养 留我等在此攻去返城 我意已决 胆敢在青年退兵者 军法乱冲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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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太不知了 他毕竟伤了春秋 身子 不比从前 受了这么重的伤 却听不尽劝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我如何请伯父交代啊 少将军 不要太着急 昨日有人在我襄阳的路上 看见名医画头 此人的医术可谓一中之手 许多绝症到他的手下 即刻尿手回春了 先生所说的 是不是传说中的化身仙哪 正是此人 我与此人有过一面之交 将军 我 这就派人去追他 先生 我心自去 我马快 驾 驾 箭头 专有无头毒药 药性已直透入骨髓 再不一致 非但这只胳膊要废了 只恐性命难保啊 先生 可依否 我虽有疗法 只恐军侯受不了剧痛 剧痛 你不得了 官某驰程江长几十年 出生入死 何惧之有 君侯请听我讲这疗伤之法之后 再做决定 如何 请讲 先选净处 身埋一柱 柱上钉铜环 君侯须以伤臂 穿于环中 我用绳腹织 然后用棉被蒙君侯之手 为何要把我的头蒙起来 只恐君侯看到我的疗法受惊 我看你疗伤作甚 我要看这棋 这盘棋我还没下完 你接着讲 我用尖刀割开君侯皮肉 直至入骨 然后用刀刃刮去骨上剑毒 以药复制 再用针线缝合伤臂 再复药 如此方可无恙 何须这般繁琐 我就坐这下棋 你只管动刀就是了 还愣着干什么 动刀吧 少将军 在 取之盆来 接血 遵命 军侯 勿及 就要添水 金侯赫 injection 你就热导了 赶你落子的 好 我 stump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长 我和你赌酒 输了 挖酒一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啊 我这支臂膀又可活动自如了 先生 真乃神医呀 君侯 我从医一生从未见过君侯这样的人 君侯真乃天神也 先生 老师 在下有仪式相托 请讲 请先生以伤情慎重为由 劝官将军退回荆州敬仰 为何你自己不跟他说呢 他不听在下的 难道他肯听我的吗 求先生了 也罢 我试试 先生 关某有一心愿 君侯请讲 好 军中如有先生在 如同增加了数万将士的性命 关某斗弹 敢请先生在军中留住 我军将士避国事相来 多谢君侯美意 在下一向闲云野鹤 受不得军中拘束 再者 请君侯恕我直言 在下本不愿治这刀兵之上 为何呢 因为我治好了他 就会增加更多的刀兵 医者虽有再生之德 但在下更容易用着威莫的本领 就治更多的寻常百姓 如果我留在营中 老百姓怎么办呢 先生高义 在下敬佩 官平 先生 这黄金白粮 全作谢礼 这我不能接受 我另有所请 请先生示下 军侯的剑创 虽治了 但仍需爱护 切勿怒或公亲 不需待百日之后 方能平复如初 因此 请将军远离战地 回荆州调养 不 百日之内 我不用这条伤臂 一样可以攻下范城 啊 唉 先生 此次辛苦了 不辛苦 姬长啊 请恕我直言 官将军的伤情 我已治好了 可是 他的狂傲之病 远甚于伤情 我 无药可指 在下 明白了 大都督 你看 荆州军营江边立起数百座风火台 一旦有警 夜局火日起烟 片刻之间 战情将直打关羽 风阴一起 荆州水师会立即稳井而动 关羽也会前来援救 这样一来 我军将水路两面收敌 动手吧 大都督 我们定能在关羽回元之前拿下荆州 现在还不是时候 大都督 要是关羽一旦攻下樊城 我们可就永无忌讳了 大都督 我心口好疼 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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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薄言 我召你来 是有事委托你 请主公吩咐 何人 你这些人 可欣赴 你不必要 你不必要 也认识你 只能还要 你不必要 有事委托你 你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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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明病情沉重宝 周马劳顿 引发风寒 病是很重 现在应该赶往南徐了 楚宫啊 孙流联盟 孙流联盟 警署 李先生 你不想走 我写了 我以为你 我写你 你写不认识 我写不认识 我写不认识 你写不认识 你写不认识 可我写不认识 你写不认识 准备 此时此刻 恐怕不是返回健康 而是齐袭荆州了吧 真是瞒不过你 没错 他是看见对面的烽火台 他还得知 关羽在荆州内部 留守了一万五千精锐 所以 才想到诈病 又关羽把那一万五千精锐 调到樊城前线 所以 他就举荐了我这么一个书生 好让关羽更加无妨 薄言 我已 传告了江东各地 吕蒙病重 陆迅待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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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儿 刘备未必会与我们反目 因为荆州本来就该属于我们江东的 可如果杀了关羽 主公和刘备 就会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十个荆州也化解不开 几个月后 刘备的百万大军 就会舍弃曹军 直奔江东而来 卢旭 你赶快前往路口 一定要找到吕蒙 令他攻入荆州后 就地住手 万万不可追杀关羽 遵命 再帮我 起床 呛 所以呢 就把范硬转了 来 裁定 东吴阿蒙定了 竟让一个书生代行水师渡 我说的没错 东吴全是储备 关明 父亲 有何吩咐 传我将领 回荆州再调一万精兵 驻攻翻城 这 快去 遵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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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长我军令 全军扬帆过江 直取荆州 诺 杨帆 杨帆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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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帆 nin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